歡迎收聽《紳士國慶新聞》 我是詩詩 8月30日 中國十多間地產龍頭集中發表半年報告 合計虧損約835億元 當中不罰國營房企 甚至有些房企已經資不抵債 8月30日 遠洋集團公布截至2023年6月30日 6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布 上半年實現營業額約208.07億人民幣 同比下降11% 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83.69億 上半年實現協議銷售總額為356.6億 同比下降17% 實際上遠洋集團早已在2022年 就已經出現上市來的首次虧損 截至2022年 遠洋集團負債總額約為1981.86億 資產負債率為80.54% 現金資源總額僅為93.86億 遠遠未能支付短期債券 這也是公司債券違約的原因 遠洋集團是近期第二家美元債違約的國有房企 第一家是上海市國資委旗下的大型房企 陸地控股集團 近日發表的財政報告顯示 陸地控股今年上半年業績 營收及淨利潤商港 總負債高達1.03萬億 8月30日 中國第四大地產開發商 融創中國披露2023年中期業績 上半年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53.7億 8月30日 合景泰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發表中期業績公告 公司錄得期內虧損約為99.29億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合景泰富負債比率為243.5% 8月30日 玉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發表公告 包括盈利警告 延遲刊發2023年中期業績和繼續暫停買賣 玉輝控股預期截至2023年6月30日指的6個月 錄得股東權益應佔虧損介乎85至95億元 公告顯示 預期虧損主要歸咎於 就2023年上半年 中國房地產行業整體經營情況不佳影響 集團的房地產開發業務無利率下跌 及對物業項目計題的減值撥備增加 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引致匯對虧損 分佔合營企業和聯營公司的業績下降 8月30日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披露 2023年中期業績公告 佳兆業期內錄得虧損66億 同比減少14.9% 貴屬股東正虧損69.74億 而去年同期虧損約為76.73億元 截至6月30日 佳兆業、現金及銀行存款 減為45.12億 較2022年12月31日減少22% 8月30日 雅居樂集團披露2023年中期業績情況 2023年上半年 公司虧損約為36.11億 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44.75億元 8月30日 范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發表 2023年半年度報告 2023年上半年 范海控股實現歸母證利潤虧損42.02億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總資產為989.02億 同比減少5.98% 歸母證資產虧損95.04億元 同比減少73.98% 8月30日 中國澳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表 2023年中期業績公告 上半年 該集團期內虧損28.96億元 股東應佔虧損約為29.45億元 2022年同期虧損為29.21億元 8月30日 黃洋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發表 2023年中期業績公告 2023年上半年 黃洋地產合約銷售金額130.25億 同比下降33.6% 正虧損為28.44億 2022年同期正虧損為4.05億元 8月30日 金科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表 2023年半年度報告 2023年上半年 金科股份營業收入260.75億元 同比下降16.75% 貴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正利潤虧損為19.4億 同比下降34.99% 8月30日 龍光集團有限公司發表 2023年中期業績公告 公告顯示 2023年上半年 龍光集團期內虧損為17.6億 截至報告期末 該集團總資產為2693.3億 淨資產為420.3億 負債總額約為2273.05億元 8月30日 深圳華僑城股份有限公司發表 2023年半年度報告 華僑城其內陸得正虧損14億元 貴母正虧損13.06億 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剩額為9085.55萬元 截至報告期末 公司長期借款及應付債券佔比88% 深圳華僑城股份有限公司 由中共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華僑城集團公司控股 8月30日 景瑞控股有限公司發表2023年中期業績公告 上半年 該集團錄得正虧損為13.54億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13.64億 去年同期應佔虧損為14.62億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 集團證債務資本比率約為333% 銀行存款及首投現金總額為11.64億 未償還借款總額178.32億元 8月30日晚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3年半年到報告 今年上半年 華夏幸福實現營業收入106.16億 同比下降26.09% 實現銷售額48.27億 同比下降34.07% 實現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正虧損為12.67億 經營證現金流為1.55億元 8月30日 陸境中國地產投資有限公司發表2023年中期業績報告 陸境中國虧損約為5.8億元 同比下降約156.5% 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6.81億 同比下降約208% 每股基本虧損約13.36分 8月30日 中交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發表2023年半年到報告 上半年中交地產營業收入87.63億 同比下降29.57% 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正利潤虧損為5.69億 基本每股收益負0.82元 同比下降783.33% 中交地產為中共央企中交集團旗下的大型房企 8月30日 華園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發表2023年半年度報告 華園地產上半年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正利潤虧損為5.12億元 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正利潤虧損為5.12億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剩額為6.79億 同比下降52.03% 華園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為北京市華園集團有限公司 持股46.4% 最終控制人為北京市華園集團 8月30日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表2023年半年度報告 報告顯示 2023年上半年 萬科營業收入2008.93億元 同比下降2.91% 營業利潤203.35億 同比下降16.1% 貴屬上市公司股東正利潤98.7億元 同比下降19.43%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剩額18.64億 同比下降77.5% 基本每股收益0.84元 同比下降20% 截止報告期末 該集團有息負債合計3213.6億 佔總資產比例為19.1% 分境內境外來看 境內負債佔80% 境外負債佔20% 萬科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地產發展商之一 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圳市地鐵集團 是其最大股東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冰綜合報道 今次的《紳士國慶新聞》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、點讚 本節目月預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為何按鈴鐺 常見到無知? 既然是無知? 我可以按鈴鐺 支持你 好,來自行